好 各位觀眾 今天一樣要帶給你們最喜歡的水水兄弟 那幫你們邀請到的來賓 就是全台灣最優質的Youtuber 目前在德國扎根研究歐洲籃球的 烘褲 H.DAR 哈囉 大家好 我是H.DAR 欸 所以你那部片現在點閱破3萬了嗎? 嗯 破啦 不是啊 說真的 因為你發那篇文的時候 德國的時差我在睡覺 然後我早上起來我想說 怎麼會脆上面一堆人take我 我想說我是不是又被炎上還是怎樣 然後打開來看一下 你那篇完全是講到我心坎烈 EVEN就是我們已經 好像我們兩個禮拜沒講話還是怎麼樣 就有心結吧 但是你發那篇文之後 我直接原來活 我真的覺得 觀眾一直叫我們就是做一些 除了可能泳士湖的以外的內容 但是流量跟前台觀眾也可以看到的數字 就很明顯告訴我們 大家也要為我們著想 畢竟這是我們的職業 所以哪些東西成本很高 但是效果很差 哪些東西成本很低 結果效果又很好 那如果你是把這個當職業的話 你會怎麼選 你講這個其實也不是很正確 像我這邊的話 我其實最最最不喜歡的 就是在我家咖哩書球的時候出影片了 你知... 誰是真男人在講真話 現在很清楚了吧 我每一次都是多痛苦的在錄製那個戰報內容 好 那今天找H大來 主要就是要來玩一下我們這個殘酷二選一啦 那我們的題目呢 就是根據目前各自球隊的戰績來進行這個討論 那首先H大 說到開季至今 全聯盟最令人失望的兩支球隊 莫過於我們的秘爾瓦基公路 以及費城76人啦 那麼問題來啦 H大 你認為這兩支球隊的球迷 誰應該對他們的球隊比較絕望呢 我覺得都很絕望耶 但你硬要我選一支的話 我會說公路吧 至少76人現在可以有一大堆藉口啊 就是什麼主將受傷啊對不對 我的千發衝鋒永遠都是drama 你看不到反覓 這些都是理由嘛 但是你公路要找什麼藉口 除了Middleton受傷以外 你球隊最重要的兩個主將 小李跟字母哥 通通都打好打滿 小李我先不提啦 他分數有刷出來 但是效率很差嘛 但是你字母哥可沒有表現不好耶 你的主將命中率高 籃板得分都是刷好刷滿 結果球隊還是輸成這樣 他們還不是說什麼開季賽程很硬 輸什麼賽率或雷霆喔 他們是輸籃網啊 拜託這個咧 而且重點是什麼 大家都說公路新賽季的補強補超好嘛 補了Gary Trent Jr 補了我們的小王子 大家都說 他們終於把23號位的戰力給補齊了 結果現在打得怎麼樣 所以相信我 一定是公路球迷比較失望 你要說公路比較失望 我沒有要反駁你的意思 OK 可是有一點我就非常不滿意了 就是你幹嘛要湊我們的布魯克林籃網 昨天他們才跟我們的衛冕冠軍賽率 打到延長賽呢 差一點拿下那場比賽 籃網沒有大家想像中的弱 OK 好那講回我這邊的看法啦 個人認為 目前76人的球迷應該感到比較絕望 當然你可以說76人目前的戰績 主要是因為他們主將傷勢的問題嘛 可是你要想的是喔 92MB已經公開說出 他之後再也不會打back-to-back 換句話說 站在76人球迷的立場 未來只要76人有back-to-back 你永遠都會有一場比賽 看不到9號MB 這是一個多麼大的絕望啊 好那再來 今年修賽季 最最最重磅的簽約 是不是就是我們的Paul George 然後他在過去三場的表現 比Kelly Oubre還要差啊 這樣對 很難看的啦 而且喔 你看喔 公路這邊對不對 他們的球迷可以把所有的責任 推給我們的老河流 因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西瓜教練 可是七流人這邊 他們可是擁有這個在寫手圈 極度受好評的 Nick Nurse 是不是 那我們都知道 一旦你是經過寫手認證的教練 那就代表你是真的有料嘛 所以在有這麼有料的教練 搭配這個所謂修賽季 重磅簽約的Paul George 然後打到最後你發現 原來Tires Maxi才是一哥啊 欸真的很絕望 真的很絕望 更絕望的是 現在是你湊寫手 到頭來又是我要被寫手錯 我從頭到尾我都沒有主動跟別人開戰過 啊然後 果然像你的節目大家都罵我 欸你知道 我昨天發的那篇文章 其實有一個留言 我覺得很中肯 大家有沒有考慮過一件事情 有沒有可能是烘酷自己的長相問題呢 我覺得這一點 我們可以好好地探討一下 你現在要這樣亂講話 我無所謂啊 我們就記得集圈傳一下吧 反正更精彩的內容 都在我的會員頻道好不好 那好那接下來這個問題 就是關於我們前面有提到過的兩支球隊 也就是這個 勇士跟虎仁啊 相信在開季前 沒有人看好勇士今年的表現 可是如今 勇士的戰績 截至目前為止 也是排名西區第三 那麼問題來了 烘酷 胡仁跟勇士 你更看好誰 在寂寞的戰績呢 百分之百還是虎仁 我認為勇士最後的表現 還是會校正回歸啊 因為BODYHUD不可能 維持他五成的三分命中率到寂寞 那你說勇士的防守有沒有進步 我覺得這個絕對有 他們現在磨練出了一個很棒的防守體系 這個我不否認 可是 我不認為勇士的進攻能持續維持這麼好 他們現在也許有西區前八 但是 你要說打贏胡仁 我覺得不容易 因為胡仁的陣容並沒有比勇士差啊 更不用說 今年Athony Davis 打出什麼神機表現 我相信大家都看在眼裡 所以我認為到了季末 胡仁的戰績 一定還是比較好的那一個 儘管現在說這句話超級逆風 我已經完全可以預言 底下留言一定有一大堆人在嗆我 麻煩把那些人的ID全部截圖起來 然後我們寂寞著來看看 到底誰對誰錯 那我這邊的話 絕對是要挺爆 我家Galit OK 我絕對不是要反串 勇士今年可以拿下這麼多場比賽 主要的原因是他們在防守端的進步 今年的勇士讓我看到了 當年他們拿下總冠軍的那個防守企圖心啊 截至目前為止 勇士隊的防守是排名全聯盟第二的哦 那英文有一句話說得很好嘛 Defense wins championships 我不管Buddy Hill今天的三分命中率有沒有五成 只要勇士能夠繼續維持他們的防守效率 我絕對看好勇士在寂寞的戰績 能夠高於洛杉磯胡人隊 那講回胡人隊這邊啊 確實 AD今年的表現是MVP等級的 甚至他在最新的這個官方釋出的MVP ladder上 都是排名第一的 還在鐵組裡面前面 不能講一下 他的表現非常好 沒錯 可是胡人今年有給你看到任何新的動作 一樣還是AD跟老詹在扛嘛 可是反觀勇士隊這邊 進攻端讓你驚豔的球員 除了我家Guardley以外 還有像是Buddy Hill 以及睽違已久的Andrew Wiggins 再加上Moses Moody應該也算是破繭而出了 三分球命中率有47% 但是最重要的 還是他們的防守企圖心啦 如果他們能夠繼續保持下去啦 我絕對是看好勇士的 好那接下來第三題 說到今年東西區最令人意外的球隊 莫過於西區的太陽 以及東區的騎士 而這兩支球隊在主將的部分 對比去年其實並沒有做太大的改變 那麼問題來啦 Hongku 太陽跟騎士 你更看好誰在賽季末的表現呢? 還是選騎士吧 我就KD黑 我就太陽黑 啊騎士的話 我是覺得他們的改變是貨真價實的啦 因為換了新種教練Kenny Atkinson之後 他們的節奏明顯變得很快 然後Mobley去年在Transition榜單上面根本是見不到人的影子 那今年他Transition的得分反而是聯盟排名前段班的 包含他們的PACE在去年是24名 今年來到了全聯盟第9名 我認為這個在數據上是很明顯的進步 代表他們即便擺上雙塔 那個速度那個節奏那個空間都還是有拉出來 所以在有實質進步的情況下 我比較看好騎士的表現 那至於為什麼我不看好太陽 老話一句還是防守問題啊 我知道Rion Dawn有打出來 我知道Rose O'Neal很好用 可是除了這兩個人以外 太陽在側翼防守段還有誰能用 如果這兩個狀況發生 不管是受傷還是表現突然陷入低潮 那太陽的防守會直接跨台 欸你是不是忘記我家生腿哥啦 不是生腿哥又沒有很高 生腿哥才64呢 我印象中Rose O'Neal也才65呢 Rose O'Neal在官網是66 Basketball Reference是64 為什麼我會記得這麼清楚 因為就是有酸民來我這邊吵過 不是啊 所以你看我講615是不是很標準嗎 因為你把614加66加起來出必準 那講回太陽跟騎士的部分 其實一開始在我開季前的預測 我就把太陽預測在西區第三 所以對於他們的表現 我並不是那麼的訝異 但是考量到騎士隊目前的表現 加上他們整個團隊的效應 以及他們剩下的賽程強度 我認為騎士賽季末的戰績 應該會比太陽來得更好 但是我必須強調 這很大部分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的賽程強度 畢竟他們是在東區嘛 你看東區現在是什麼樣子 東區很扯耶 好了啦 不要再兩邊壓寶了 每次都是在講A 然後但是又要趕快再圓回來 你以為我看不出來你的伎倆是什麼 你現在就兩招啦 一挖坑給來賓跳 二講完一個論點之後 然後再立刻怕得罪另外一隊的球迷 然後趕快再幫自己圓回來 你以為我不知道你的伎倆是什麼 我連黃萬龍都沒有怕得罪了 我還怕得罪觀眾 12月1號去不去 講回東區區的這個差距 在我們錄製節目的當下 尼克隊是排名東區第三 而他們的戰績只有5成 但是在西區 撒加緬度國王隊的戰績 是5勝4敗 但是他們卻連附加賽都沒有 你就知道今年這個 東西區的差距有多大 那克里夫蘭騎士 我不管他們能不能保住這個 東區第一啦 至少以他們目前的節奏來看的話 我認為一定是穩穩的東區第二嘛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邏輯上來說 他們的戰績 應該是會比西區的太陽要來得更好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嗎 戰力面 就是兩隊互打 騎士跟太陽到底誰比較強 我會選擇有KD的太陽 你認為現在的太陽 比騎士還要強 2% 我壓爆太陽 all day every day 我怎麼壓都是壓騎士 不是啊你用對位去這樣看 你太陽誰守得住FMOV 在季後賽他有需要被守嗎 他今年的進步那麼大了耶 你要聊季後賽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是在聊季後賽對戰組合嘛 對不對 那我必須要考量到他們之前在季後賽的表現啦 去年季後賽Mitchell多猛 對不對 我認為這兩個人的活力 如果你要論去年季後賽的話 是可以抵銷的吧 欸沒有喔 沒有抵銷喔 沒有抵銷 你覺得KD比較猛 KD絕對比Mitchell更猛 Mitchell面對魔術的鐵桶陣 面對全聯盟前三的防守 場均還可以快要30分 然後太陽是四場就淘汰回家了 那我先問你嘛 季後賽決殺 你球交給誰 KD還是Mitchell 不是 騎士跟太陽根本就不會打到絕殺 因為騎士前面就會領先啦 你 你回答我的問題 你不能 關心時刻 你現在需要得分 你現在球給誰 你就回答我 你球給誰 球給咖哩啊 OK 球給咖哩 啊學你的啊 反正我 各位觀眾 各位觀眾 你看到 各位觀眾 你看到這個人的態度了喔 好 那最後我們來一個球員的殘酷二選一啦 今年最令人期待的球員 毫無疑問就是馬次隊的斑馬 我跟你都在我們的節目上面有說過了 我們都看好斑馬擠進這個聯盟Top10的地位 甚至有可能挑戰Top5 可是如今看來 斑馬的表現 離這個Top10好像還有一段差距 反觀 OKC雷霆的Chad Hongren 表現是非常的亮眼 甚至有成為雷霆二哥的這個態勢 那麼問題來啦 如果針對這兩位球員 我們再來選一次 以今年的表現來看 你要斑馬 還是Chad Hongren 只講今年嘛 就是只講2024 25這個賽季 不談未來 對 那我會跳船啊 我選擇Hongren 因為他所處球隊的戰績比較好啊 那現在看起來數據也不一定會輸太多 等一下等一下 我挑一下你的語弊 你用戰績比較好是完全不能說服 我的 因為開季前沒有人認為雷霆的戰績會比馬自差吧 所以這個不成立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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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邏輯是這樣 大家原本是覺得說雷霆的戰績一定比斑馬好嘛 這個是廢話 可是因為斑馬的個人表現 會贏Hongren非常非常多 所以大家還是選擇斑馬 但現在兩個人的表現 我預測到賽季末是差不多的 那在兩個人個人表現都差不多的情況下 當然是選擇待在比較強球隊的那個球員 我的邏輯脈絡是這樣推斷下來的 好那我自己的想法是 我認為Chad Hongren今年的表現 真的是有讓我驚豔到 不論是他在外線命中率的部分 以及他在禁區的協防能力 甚至是他的藍版 我認為表現都是非常出色的 當然你要說數據層面的話 一定還是斑馬刷的比較漂亮 但是我認為效率值的部分 Chad Hongren是完勝今年的斑馬 你說到賽季末都還是會這樣嗎 我預測到賽季末都還會是這樣 因為我們原本期待的這個 Chris Paul的化學效應 現在來看是遠遠達不到 當初大家對他的預期 就是馬刷這邊 我不管問題出在哪裡 重點就是斑馬今年的表現 對比去年是很明顯令人失望的 在這個成長的部分 他給我的感覺是 他還在尋找這個正確的打球節奏 其實我覺得下半季他會爆發 因為現在其實也才打10場 也就是賽季的 不是不是 這個毛片已經32分鐘了 現在換你要下班了是不是 對我們要下班了 我們要下班了 對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告一段了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